各位好 我是台湾新华大学中文系杨家贤 我们这一门课是大观与围观 要读的是《红楼梦》一到四十回 那我们这一次要来讲的是一个蛮小的事件 而且是通过他们府内的仆人来做的 那但是呢 这个蛮小事件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这个事件讲的是那个甲府内有一个 这个仆人叫做周瑞家的 那我们在读这个《红红梦》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什么家的 那这个什么家的指的 比如说周瑞家的指的不是周瑞这个人 指的是周瑞的太太 那他们是什么身份呢 他们是王夫人的陪伴 我们想他们这些媳妇 其实很多人都来自明门世家 那明门世家把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呢 都会派自己的家人比如说一整房 陪着这个女儿过去这样 那让她的女儿嫁过去之后 有自己的人嘛 有自己的心腹 才不会去那个地方之后呢 被人欺负啦 或者是父辈受敌啦 或觉得很孤独啦 什么等等之类的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同学会想到说 那林黛玉虽然不是嫁到甲府 可是她到甲府去住她没有带像这样子的人去吗 有 有 但是呢一个太老 一个太小 其实没有办法坐她的靠山 那像这个周瑞家的 这指的就是周瑞的太太 那她就会帮这个王夫人做很多这个内务的事情 那她是比较有这个身份地位的 这种比较上等的仆妇 那像这种比较上等的这个仆人或仆人的太太呢 她们像看到宝玉这些小少爷 她们是可以管教她们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她们是仆人 就以为身份地位很低或什么 其实不见得 因为甲府的风俗是这样 如果这个仆人服侍过你的父母 服侍过你父母的父母 那她的身份地位有些时候比少爷比小姐还要高 她在少爷小姐面前她可以坐着 她不需要一直站着 可能反而甲宝玉还要站着 所以这个是她们甲府内的这个风俗这样子 那这边要讲的就是在第七回里面呢 这个周睿家的 她就是去帮薛姨妈跑腿 那为什么薛姨妈可以叫得动她 因为薛姨妈是王夫人的妹妹 所以这个跑腿当然很理所当然 是不可能推辞的 那叫她跑腿做什么呢 这个薛姨妈就说呢 我这边呢有很多支这个公花 这个公花是什么呢 它指的就是某一种法式 那为什么有一个公这个字 因为薛姨是皇商 他们家供应这个皇宫里面的 很多的这个需要用的物品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皇宫里面的流行是什么 就皇宫里面的时尚是什么 他们是知道了这样子 因为很多东西是由他们去制作 或去找人制作的 所以呢 他们这个皇宫里面流行的 这种堆杀的这种花儿有十二支 他们现在他自己手上就有这样子 他说放在那边不是很可惜吗 不如送给他们姐妹哦 这些姐妹指的是谁 像迎春探春席春啊 宝钗啊 黛玉啊 凤姐啊什么等等这一些人 所以他就说呢 那你今天来的巧 你就帮我去送这一些公花这样子 他说呢 你们家的三位姑娘 我指的是姓甲的三位姑娘 迎春探春席春 每个人两支 那剩下来的六支呢 宋灵姑娘两支 另外四支就给这个王熙凤哦 那这个王夫人就说 哎呀干嘛想着我们家那些女孩子呢 就是宝钗怎么不拿去用这样子哦 就是你女儿就拿去用就好了 而这薛姨妈就说这个 你不知道薛宝钗不喜欢打扮 他喜欢朴素这样子 就讲这件事情这样 好那这事实上呢 等于给了读者一个机会哦 为什么呢 因为周睿家的 他要去送这些东西 他是不是就要在这个府内跑来跑去 他就要像串门子一样的去很多人的房间 所以我们又会跟着周睿家的 又去逛一次贾府 那这次逛的范围就跟 林黛玉进府的时候的那个范围 可能就不太一样这样子哦 好那首先呢 他先送去给迎春探春席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小姐 他们就住在王夫人的正房的后面哦 那而且呢 这边还补充说明哦 他说近日来这个贾母说 怎么孙女怎么这么多人啊 孙女太多了这样子哦 那平常大家都挤在一起实在太不方便了 那所以我只想留下我现在最疼爱的 这个孙子孙女 谁呢 就是宝玉跟黛玉 所以留他们两个在身边姐妹 但是迎春探春席春 请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 搬到王夫人这一边 房后三间小豹下内居住 然后请李丸来陪伴赵管 那这个李丸就是贾宝玉的哥哥的太太 那贾宝玉的哥哥已经去世了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寡妇 是贾宝玉的寡嫂这样子哦 所以你就看到他送花 他送到那边去 迎春探春席春都有 但是李丸没有 并没有给李丸 李丸是管这三个小姑娘 但李丸没有 那接下来呢 又他又继续送了 他接下来呢 他在这个送花的过程当中呢 他要跟每一个小姐要稍微讲一下话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他特别写出席春这一段 就说探春迎春这边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描写 那席春这个地方就特别讲 他说因为席春这时候正跟智能儿在聊天 智能儿是谁 他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 很可怕的老尼姑 旁边的小尼姑这样子 那这个智能儿从小就跟着老尼姑 在贾府上下走动 所以他跟这个贾府里面的人是非常的熟 那他现在来之后 他就跑去席春那边聊天这样子 那这个席春就笑了 他就说我正在跟智能儿讲 就是如果明天也剃了头 跟他一起去做尼姑的话 那我还要这些法事要干嘛 你现在又送这些公花来 如果我去做尼姑 这些东西对我根本没有用啊 我没有头发 我是要戴在哪里呢 那说着大家就笑了 就取笑了一回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一个暗示 我们想其实在第五回的地方 在太虚幻境里面 贾宝玉其实早就在这个做梦当中 事实上他就有看到关于席春的叛词 席春叛词里面讲什么呢 他说可怜绣护鸿门女 独卧清登古佛旁 就他本来是绣护鸿门之女 就是是贵族 但是他后来去做尼姑 只能独卧清登古佛旁 这讲的就是席春的未来这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让他等于又再暗示你一次 虽然只是开玩笑 他以后真的去做了尼姑 那周睿佳就继续送花了 他跟智能人唠叨了一会儿 就往凤姐这个地方来 那他要去凤姐住的地方的时候呢 小说也没有写说 他穿过夹道 然后从里丸的窗下经过 越过西边的花墙 从西角门再进入凤姐的院中 那去凤姐房间就去凤姐房间 干嘛要特别讲说 经过里丸房间的外面 特别写这个要干嘛 他其实是再次提醒读者 让你看到就是 里丸没有花 他没有送去给里丸 那这显然不是从未婚已婚来分的 就是说其他小姐未婚 但是凤姐已婚啊 他也有送给凤姐 那里丸已婚 他为什么不送给他 那我想有很大的原因是 因为里丸是一个寡妇 最唯一一个寡妇 你其实是没有这个打扮的权利的 你平常看起来就是要心如止水 看起来才像是一个 守劫守复道的人家这样 所以里丸是没有打扮的这个可能性 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第四回的开头 他就形容里丸 他就说里丸青春丧 他年轻的时候 他丈夫就死掉 他说从此之后呢 这个里丸虽然住在富贵人家之中 但是整个人看起来跟搞木死灰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他好像亲手扼杀了他自己的青春 亲手断绝了他自己还有 人生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样子 所以这个公花当然是没有他的份 但是最后呢 有一点还蛮有趣 就是这个周睿家的 就送公花到林黛玉那边去了 那黛玉呢 正在宝玉那边玩耍 那听到是公花呢 林黛玉还没有反应 他还没有做反应的时候 宝玉先有反应 他说那我要看 我们知道这个贾宝玉对女生的衣服啦 女生的装饰品啦 女生的化妆品啦 他都比女生本身还要感兴趣这样子 他如果生在今天 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但是他生在古代的话 其实对这个男性 特别是这个知识阶层的男性的想象 是非常狭窄的 所以他就是只能去考试这样子 好 那这个黛玉的反应是什么 黛玉并没有把花拿过来看 宝玉拿着那个花 然后黛玉就这样看一看 他就说这个是单送我一个人的 还是别的姑娘都有 那周瑞嘉的就说呢 其他姑娘他们都已经拿到了 所以这两支是专门给你的这样子 那黛玉再看一看 他就冷笑了 他就说我就知道 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他就讲这个话 然后这个周瑞嘉是什么反应 你觉得他可以有什么反应 他是一个仆人 他这时候可以说什么 他要斥责说小姐你这样讲话太过分了 他也不能这样说 然后也不能辩驳什么 所以他就完全不讲话 他就沉默 他也无法替任何人回答这个东西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林黛玉非常敏感 他不是先赞叹公花的美丽 他也不是先感谢薛姨妈 他先探听的是 这个礼物是专门给我的 还是大家都有 那大家都有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先送来让我挑的话 但不是啊 我是最后一个才拿到 我根本没有选择权 搞不好好看的别人都已经挑走了 这样子 所以这就挑动他那个 寄人篱下的敏感神经了 那这个周瑞嘉的我想 他说这个完全不言语 他应该有点不太高兴 但是以他的身份 他当然就不讲什么 而且不讲什么可能才是 最好的处理这样 所以从这个非常小的 这个情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跟着周瑞嘉的送公花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薛宝塞不喜欢打扮 他是朴素的 我们可以看到 李丸没有资格打扮 因为他是寡妇 我们可以看到习春 他暗示习春未来就是会当你一顾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 贾宝玉对女生的东西最感兴趣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林黛玉 他那种对于寄人篱下的那种自卑心态 因此一次可以看到好多个人的个性 甚至是他们的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